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 具体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这个问题的 我们首先要分析原因 孩子不爱吃饭认识这种有几种原因 首先呢食物的因素 我们如果食物量级种类不当 是摄入不足或者搭配不均衡 也会是孩子不喜欢吃饭 我们食物的品种质地 有儿童的生长发育年龄不相符 可以出现挑食与巨食的现象 在辅食添加时 我们要根据孩子的月龄 提供就是说适合他月龄的食物 比如说六个月 我们要添加米粉菜泥 逐渐的添加蛋黄 八个月以后呢 我们要添加鱼肉红肉 添加红肉呢 我们最管不要超过十个月 我们及时添加他这个月龄需要的食物 有利于孩子 就是说将来饮食行为习惯的一样成 除了饮食特点呢 还有一个儿童特点 饮食的原因 就是说对不爱吃饭的原因 儿童的特点就比较多了 首先有不同的气质类型的 幼幼儿就有不同的进食行为 比如说困难型的气质 儿童就难以抚养 容易出现进食困难的一些行为问题 这就需要足够的关心与耐心了 如果原因是因为进食技能发育不良 引起的不爱吃饭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来处理 婴儿呢 延迟学习新进食的一个技能 就是说改进 新进食技能导致了我们进食技能发育延迟 可以出现不同程度的进食困难 这个主要就是因为 该给孩子喂硬的食物的时候 没有给孩子 一直给孩子泥状的食物 没有锻炼孩子的咀嚼与吞轿功能 出现我们挑食偏食一些细软的食物 拒绝吃一些质地较硬的食物 和较长较大的食物 这种情况呢 我们主张在我们十个月的时候 我们就要填一些碾碎的腐蚀 不要只填泥糊状的腐蚀了 一岁以后呢 我们就要添加切碎的腐蚀了 两岁以后就要吃 种类质地与成人相同的食物了 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出现 拒绝吞愿功能差导致的不爱吃饭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度保护 第三呢 我们有时候一些不良的进食经历 也会导致我们孩子厌食 在疾病情况下 曾在进餐时出现疼痛恶心等症状 有这种经历的儿童 进食时可能有不愉快的记忆 这个病好了以后 也出现一个厌食的行为 这种情况多多是暂时现象 出现这种情况 等病好了以后 我们不要强制孩子进食 叫孩子 进食要孩子成为一种愉快的一种经历 不饿的时候 你不能因为他 就是说这几天不好吃饭 也强迫他吃饭 另外我们气质性疾病导致的厌食 虽然相对比较少见 但是对个别的儿童也是会存在的 我们儿童如果患有疾万性疾病时 可以造成喂养困难 种者可以发生喂养障碍 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就需要追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了 这比如说咱这种一些 其慢性的一个胃炎 肠炎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专科医生的帮助的 第三呢 我们进食不良 这种厌食的孩子 是由于我们儿童家长的一个互动不良 我们进餐时儿童家长的互动与态度 也就会明显的影响儿童的食欲 比如说经常担心孩子吃不饱 强迫进食 或者说胃养间隔时间太短 没有饥饿的情况下 就给孩子喂饭 喂腐食 这种情况下都会导致孩子长期的一种心理性厌食 另外就是担心孩子吃多了会生病 经常限制进食量这一部分孩子 也会因为这种被动饥饿状态 导致孩子的营养不良 我们矫正不良的饮食习惯 关键是家长要做到 吃多少孩子做主 而不是家长做主 我们相信自己的孩子 知道自己饱 这就在 expedition 突然说 并不知人说 你最狠心 我肯定 没救人说